剛有同學問到這個簡體字幕 簡體字幕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內容的部分 可能你需要轉換的雲端符或軟體 先把它把簡體轉成 我們講的正體中文之後再貼進去 可能沒有辦法一次就轉換 但是打中文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首先來看一下 各位 從我們研習一開始到現在 你一直套用範本會不會有點不好意思 你怎麼這麼用得這麼理所當然 這樣你都不會不好意思 這樣不行嘛 所以我們偶爾也要怎麼樣 是不是要自己製作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從上面開始嗎 開空白項目 會害怕嗎 千萬不要用這種 如果你要用這種 我會告訴你 你就用PowerPoint就好 幹嘛拿進來這邊丟人現眼 對不對 如果你把PowerPoint叫進來 請問跟你家PowerPoint做動畫 跟在這邊做有什麼不一樣 看到都一樣啊 所以我們就不要用這種方式 我們就用這種方法 開一個空白的 這樣有信心你可以做出來 還有一個小時應該想要開始回家了 其實為什麼要告訴你這個要從頭開始來做 因為你剛會發現 雖然別人的範本都可以參考 但是你要改你就會好不好改 因為每個人做動畫方式習慣都不一樣 是不是真的不好改 所以我們看看 真的你可以比較快的做到 你看左手邊 反正你現在看到只有一個 上面有沒有叫新界場景 就是我們PowerPoint的頭文片在這邊叫做場景 一般動畫我們倒把這個東西稱作場景 按一下 你看有什麼好害怕的 你要動態的就用動態的 有沒有很多背景給你選 你哪裡有什麼好害怕的 這樣有看到了嗎 所以如果你要這個 當然這裡就是付費的 下面這個有沒有 這有付費的 所以假設你要這個你就把它點進去啊 但是他會要求你登錄了 那你應該知道真心的跟不真心的 該怎麼做的嘛 因為他一樣會 哈哈哈哈 一樣會有一個註冊嘛 好你進來之後有沒有這樣就OK的 就登錄完了 但是這裡他應該算軟體一個小bug 就是你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 我們框框好像比較小一點 不要急著拉動它 你拉動一下下面的時間軸 有沒有自動變大了 你不要說看到這樣馬上就會拉動它 不需要 你就只要下面稍微移動一下 它就自動盛開了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今天你這個不要的 你就把垃圾桶丟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場景進來了 所以你要講什麼內容 你看連古代的場景都有 後面還有一些東西 所以先把場景準備好了 當然如果真的沒有你要的場景 可不可以自己上網找 我們剛剛不是有找一些素材嗎 對不對 你也可以上網找看看 比如說你要這個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這樣你就會做第二個場景 一樣 是不是就自動盛開了 你去哪裡 叫你畫這個應該畫了四年就畫不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你應該知道交換順序 是不是就這樣交換就好了 所以等一下呢 你註冊好帳號之後 你就先試看看 那我們右手邊 我們找一下我們右手邊這裡 右手邊 腕踩跟其他動畫軟體比較不一樣 就是他在這裡有個角色 角色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免費的應該可以用八個的樣子 大概八個 有沒有這邊有八個可以用對不對 但是不是說只有這樣子而已 比如說你點進去 他已經有幫你做好很多的動畫 有看到了嗎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想這個激動的說話有沒有 等一下我點太快了 你滑過去就會看到了 好我們先play一下好了 哇沒有看到要預覽 我先重新進來一下 進來你滑過去激動的說話 這樣有嗎 有沒有每一個角色裡面 這都有很多已經預設好的動畫 這樣你知道差在哪裡了吧 對不對 好就看你要哪個 還是你要苦苦哀求 拜託啦 拜託來參加演習啦 有沒有 哈哈哈哈 好你確定好了你就把它點下去 這樣子 你的動畫是不是就準備好了 然後呢 右手邊當然打字啊圖片 這應該不用我教嘛 好像大家隨便都會啊 對不對 找個小朋友來玩玩點一下 有沒有都是去背好的 對不對 好那你像這樣子下面這些 基本上其實我就不用講太多了 有一些泡泡可以拿來用啊 你有沒有覺得好像變比較簡單一點 把動畫變得簡單 而且是你自己從頭開始來做 那我們這邊可以預覽一下 講完了 突然跳出來有沒有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他們這樣突然跳出來太突兀了 沒有關係 我們來這邊回合來 這兩個小朋友 這個 你看 他一樣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有點熟悉 這就是進場動畫跟出場動畫 所以他們出場的時候是一直顯示 表示後面這些是不是就一直存在 那我們來看看進場動畫你就兜兜兩下 好 這裡就有一些效果囉 你就可以來找看看 喔你要滑進來 有沒有 還是哪一個 我先點小朋友好了 小朋友這個是下面的 兜兜兩下 好 我們找看百葉窗的 有沒有你滑過去他就做效果 給你看 好 嘿 然後呢 跌入 叮叮 對不對 自己增加效果嘛 跳入 有很多 那 有比較好玩的 有像這一種 你看有潑墨的 潑墨的這個應該效果比較差 我看一下 有一個 喔看到了 來 從這裡 這個倒很長 看到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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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一下 預覽一下 有沒有把一隻手放進來 有齁 我把它拉高一點 拉高一點 你來這裡 你來這裡play一下 喔 有看到那隻手了嗎 喔 這隻手 你如果不喜歡 你可以換成你的手 你知道嗎 因為是PNG啊 有沒有是透明的 對不對 你也可以換別人的手 換熊熊手也可以啊 哈哈哈 對吧 你就可以看看你要哪一隻 這種是玩那個 苦的那一種的 哈哈哈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去替換 那另外呢 像我們背景圖的部分啊 像這個 像這邊喔 還有一些圖啊 比如說像這一個 你看我點到最下面這裡 有沒有 這是圖片嘛 場景 是一個圖片 你可以來這邊 兜兜兩下 這裡還有一個 我覺得也 有些人可能會喜歡的 叫手繪 手繪的效果 你看我先確定一下 手繪的圖型 你也可以換嘛 好不好 黑人手 不是啊 看你要哪一種 好 確定一下 好他就幫你計算一下囉 我們就按確認 還是一樣直接play 預覽一下就好 不用拿我拉動一下 你看 有沒有這樣出來 這樣你認為 三個小時值得嗎 還是你覺得我學四年比較好 哈哈哈哈 好啦 還給你先試看看 好不好 所以 不要客氣 試著 從頭開始 Andermine最大好處 萬仔動畫最大好處 你要從頭來真的不難 你反而要改別人做好的比較難 改別人做好的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所以你要改變的話 事實上是 有時候不容易做 有時候不容易做 所以我們利用萬彩動畫 它每一個一樣都是塗層 都是物件 但是呢 跟以往我們在學 比如說像Fresh 或者像Adobe 有After Effects 來講 這個實在是太簡單了 對不對 很多都是現成的東西 而且你可以自訂性也蠻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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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